中国大陆在今天宣布终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的减让 当中就包含了丙烯 绿乙烯等化石化产品的优惠关税 那行政院就回应了台湾现在其实已经分散风险 冲击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而陆委会也强硬的回击说 大陆戒选 经济胁迫 也奉劝大陆要当局要早日觉醒 不要再继续伤害 两岸关系 距离总统大选不到一个月 中国大陆决定出招终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 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今天发布 关于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公告 被查扣的大陆制食品螺丝粉 全都被封箱准备销毁 今年1月开始 经济部禁止部分大陆制商品进口 被对岸认为是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今年上半年 台湾重演缺蛋危机 但蔡政府不跟大陆买 出怒大陆政府出手反制 今年4月启动调查 12月15号公布结果 认定台湾禁止2509项大陆制产品进口 构成贸易壁垒 台湾禁止大陆汽车进口 台湾的消费者无缘享受 大陆突飞猛进性价比高的新能源汽车 根据大陆官方附件 终止关税减让的包括丙烯 丁二烯 绿乙烯等12项石化产品 明年元旦起生效 行政院回应 对台湾的冲击在可控范围 将辅导业者分散风险 而工总认为 虽然石化大厂可透过增加海外产能因应 但缩减国内产能 势必冲击就业 今年到现在为止 大概出口的是18亿美金 他取消这个ECFA关税 回到WTO的这个税率以后呢 有16亿是1到2%的税率 针对中共当局一再利用各种手段来戒选 试图影响我国选民的投票行为 而陆委会再度对中共当局提出严厉的谴责 国发会老神在在 表示ECFA占整体出口不到4% 这12项产品比例更低 冲击有限 ECFA攸关产业民生 大陆下重手 就怕引发连锁效应 政府相关单位严正以待 TV别新闻综合报导 好 今天台湾明显的降温了 但是中国大陆这里呢 冷的感觉又更加的明显了 而且很多人应该从网路上影片都有看到 他们很多地方都下起了大雪 所以今天中国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资深特派记者 陈湘如来到现场 把我们进行分析 湘如姐好 新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现在大陆到底有多冷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可以看到整个大陆上面的地图 几乎有一半都是这个蓝色的颜色 因为大陆呢 几乎有九成的国土呢 都是被冰冻的 来看到像是哈尔滨有-21度 而长春也有-19.3度 另外呢在沈阳也有-16.5度 天津-8.2度 而至于北京呢也有-7.4度 这一些呢最高温 他们的最高温都创下了立东的新低 来继续看一下这一张图 这个红色的线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零度线 这个零度线呢 在明天今天跟明天呢 北方冷空气往下压 零度线呢 就会压到贵州南部到华南一带这个地方 所以在大陆的城市里面 南京今天的最高温 是最高温哦 已经跌到了-1度 而在杭州跟上海呢 最高温也只有0-1度 但是这一季冬天真的会特别冷吗 我们来看到大陆国家气候中心就预估 其实在明年1到2月的时候呢 除了西北跟东北的气温会比较低 其他地方其实跟往年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想要来请教尚如杰 在这一次这一波冷空气南下 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 真的都创了低温的新纪录呢 没错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未来五天的时候呢 大陆大部分的地区的话呢 还会持续呢是气温偏低的 而且呢 你知道吗 最近的这几天的时候呢 部分地区呢 最低的气温其实都已经破了历史的同期记录 而且呢平均呢是偏低了7度左右 再来的话呢是大陆的华北地区 很多气象战他们的最低气温的话呢 都跌破了建战以来12月份的历史记录 举例来讲像上海的话呢 它是40年以来最冷的12月 它呢零下的气温可能要持续到了下一周 于是呢大陆很多民众就问啊 哎不是说今年是暖冬吗 那怎么冷成的这样子啊 于是呢大陆的专家他们就说了 哎目前的时候呢一次性的中等强度 圣阴现象呢已经形成了 那么大家的印象当中会认为说 圣阴现象呢往往都是跟暖冬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暖冬不意味着没有寒潮啊 所以的话呢这一次的大陆多地很多地方都下起了暴雪跟超级寒潮的天气呢 可能就是圣阴现象下极端气候的情况了 是其实台湾也有很多人说哎今年不是暖冬吗 为什么好像最近这么冷呢 因为其实就像上如姐刚刚讲的暖冬不表示说不会有寒流 或是不会有冷气团来影响我们 那我们来看到观众朋友Bob Chen说 可是中国下雪不是家常便饭吗 的确对他们来说冬天下雪可能还蛮常见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有将近九成的国土都是呈现所谓的冰封状态 有山东烟台的学生就说连日的暴雪让他们门一打开 感觉好像进入所谓的北极科考的场景里面 放眼望去眼前一片白茫茫 暴雪将山东烟台大学东门附近的海边变成冰雪奇缘场景 当地学生直呼狂暴的冷流雪根本就是去北极参加科考一样 前一天下了一晚上雪然后我们早上是去口四集 然后在回来的时候其实楼底下那个台阶就完全被雪盖着了 同样是山东烟台积雪深度大约二十五公分 阶梯被雪覆盖大学生考完试得手脚并用爬回寝室 山东暴雪不止阻断上学路有网友直击市区大马路 几乎每辆车都动弹不得交通警察和驾驶通通变成推车侠 因为那天下大雪了嘛就没法出门到下午的时候 好多车就陷在里边天寒地冻打乱民众生活 不过还没完 山东烟台市气象台二十一号凌晨五点 又将暴雪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雪橙色预警 预估到二十二号降雪才会结束 气象台统计这波冷空气让上海可能经历四十年来最冷的十二月中旬 这将创近十年来十二月最长冰冻期 贵州则连续降温幅度打破历史记录 今天两天冷空气会继续南下影响南方多地 出现四到八度不同程度的降温 官方统计大陆全国用电用气需求暴增 创下供暖季节历史新高 为了因应强寒潮 相关部门火力全开 确保暖气供应不中断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好大家还记得吗 甘肃在18号晚上11点59分的时候 发生了瑞士规模6.2的强震 而且地震深度只有十公里算是浅层地震 我们来看到目前统计 大约是在甘肃已经有113人死亡 782人受伤 而在青海也有18人死亡 198人受伤 而且还有16人都是失踪的 而且余震可以说是不断的有持续 而且在12月21号的时候 清晨4.02也是大家正在睡觉的时候 也出现了规模4.1的最大余震 而且地震深度只有8公里 所以我们想要来请教向如姐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他们地震发生之后 很多的房屋都已经垮掉了 那他们现在的灾民大概都是安置在帐篷里面 那接下来他们中长期规划怎么办呢 因为照理来说房子应该不可能这么快就盖好吧 没错你知道吗 现在的话他们很多的民众他们在地震当天的时候 就安置了8万7千多名的灾民 那当然是先放在帐篷里面 里头的话会有棉被 还有保暖的工具 还有一些火炉这些的 那重点来了因为灾区的话是属于高海拔 而且气温低还有余震多 高海拔怎么说呢 它是属于1800到4300公尺的地方 海拔跨度非常的大 所以它的地形跟地貌可以说是十分的复杂 这也就会造成了搜救上面的困难 再来的话那就是地震灾区的话 它的夜间温度是达到了零下15度 也就是气温非常的低 还有一点的话就像刚刚欣怡所说的 今天的时候在凌晨的时候 竟然还有4点多以及的地震 未来不排除还有5级以上的 就是瑞士规模5的余震 那这些的话 通通都会加深了搜救困难性以外的话 还有这么上万名的灾民 他们到底要如何呢 好那么现在的话呢 当地的灾民他们会把小朋友 尤其是比较幼小的送到了亲戚朋友家 那再来的话呢 重建就像你刚刚说的不可能那么快 大家要记得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 土耳其它瑞士规模7.8的强震 到半年以后都还在拆围楼 那更何况的话呢 在当地的话虽然它没有高楼大厦 但是因为面积非常的广 还有搜救速度比较缓慢 所以的话呢中长期的后置安置 都是一个困难点 是像观众朋友 我连续就说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 货柜屋或是方舱先挡一挡 嗯是可以 但是重点是好 暂时住可以 但是呢你的货柜屋跟你的方舱 好就算你每天要燃烧 因为很冷嘛 就算呢你每一天要燃烧的煤气那一些 政府都可以供应你 但是你周边的配套是没有的 平常的时候你居住家里外面 你会有超市 你会有学校 你会有医院 你会有饭店 还有市场 但是问题是 这一下子全部通通都没有 你光只有一个居住的屋子 那就是最低的生活条件了 还有厕所呢 是的 是的的确这些都是一大问题 在这么低温的状态下 恐怕很难短期的来解决 所以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其实中国大陆近年 非常积极的来发展海上的军力 来看到美国的军事专栏就报导 解放军无人机攻击11的原型 他们现在发现 有现身在全尺寸的航母测试的设施上面 而其实除了攻击11无人机 还有殲-15舰载战机 甚至殲-35隐形战机都有出现 其实中国大陆的 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武汉航母楼 武汉航母楼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专门又来评估 军机在海上到底可不可以用 所以战机出现在这里 基本上来说就是预料 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在航空母舰上 像是过去的空警600舰载机 也是有出现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主要也是因为 这一个福建舰航空母舰 上面是有电磁弹射系统的 也让殲-35攻击11 还有空击600 其实它是可以顺利起飞的 而过去三周前呢 其实也有来测试这个电磁弹射系统 那我们想要来请教上如姐 因为这个福建舰 其实它开始下水测试之后 非常多人都很感兴趣 甚至这里可以说是成为一个所谓的 大家旅游都会想来这里一睹为快 那现在是不是甚至也有一些更多的照片 出现在社群媒体上面 没错啊你知道吗 下水已经超过一年半的福建舰呢 近期的时候动作频频 特别呢是往来上海长星岛的飞航旅客呢 就变成了这是一个热门的观察点 怎么说呢最近的时候呢 就有旅客他们拍下了福建舰的照片 除了有测试这个电磁弹射的小红车以外 这个甲板上面呢 又多了一架体型比较小的飞机 有人认为呢 这个应该就是殲-35的战机 而短期之内的话呢 也有军事迷他们就猜测说了 这个未来包括了空警600的预警机 还有直20的通用直升机 或者是殲-15的舰载战机 跟几款无人机 未来可能都会出现在了福建舰上面 那么目前的时候呢 测试电磁弹射的小红车呢 它在测试完以后呢 福建舰的各种测试新的测试照片呢 就不断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出来了 近期的时候呢受到注意的是一架呢 这是什么呢一架飞机 初期的照片的时候因为解析度不是很高嘛 因为都是民众在高空当中 或者是不小心拍到的 好那么最近的时候呢 更清晰的照片出来了 于是呢就有军事迷他们一看就说 嗯这应该可以确定 就是殲-35的隐形战机哦 而且呢相比较于山东舰跟辽宁舰 近8万吨的福建舰确实能够停比较多的舰载机 虽然呢它比美国的航空母舰也就10万吨 差了2万吨 但是呢这个甲板的面积呢已经相差无几了 而至于在无人机的部分呢 在福建舰上面的起降呢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 可能可以安排的是歼15T跟直20 换言之未来这个福建舰它的海事任务 可以说是相当繁重 的确哦这个中国大陆发展军事 现在可以说是尽了全力在进行哦 不止很多旅客可以看到这个福建舰都非常好奇 相信全球很多国家对于中国发展这一个福建舰也是蛮关注的 嗯没错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向如姐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向如姐 谢谢心仪谢谢大家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哦 因为接下来要寒假了嘛 如果可以旅游的话假设可以到中国大陆 也许这个也是一个大家旅游景点 是上海的迪士尼乐园的第8座主题乐园 动物方城市已经在20号的时候开幕 而且第一天呢就涌进了3.2万名的游客 这个乐园当然被挤得水泄不通 而且迪士尼也说他们导入最新的科技 也让里面的大型人偶活灵活现 朋友们你们好吗 欢迎来到疯狂动场 迅然烟火和光雕袖点亮夜空 搭配动感歌舞将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上海迪士尼的动物方城市崭新园区 20号正式揭幕 当天涌入3.2万人次游客 带动元旦假期乐园门票和饭店销售开红盘 感觉它是蛮还原的有很多场景 都是跟电影里面是一比一的 然后也有拓展的一些额外的采难之类的 花得很开心 除了人有点多 动物方城市中的灵魂人物 报警官蛮牛局长 动作流畅稳定 眼神也同步到位 有别于早期的气动或一压驱动 现在已发展到电机驱动 上海迪士尼引进全球最先进的 机械动画人偶技术 让卡通主角的表情更加活灵活现 另外上海迪士尼还导入无轨道乐园设施 这一区叫热力追踪 让乘坐警车的游客可以独立运行 重复探索同一处空间 或跟着兔子警官体验追捕坏人的快感 数据统计大陆12月乐园门票预定量 较去年同期暴冲八倍 明年1月预定量也年增26% 去年入园人次高居中国大陆乐园 榜首的上海迪士尼 摩拳擦掌为明年的旅游热潮做好准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